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这集继续跟大家跟进一下JPEG事件 其实有很多粒粒粒的消息聚在一起 包括庄司敏离开了香港 成功抵达大马后串到爆 同时有很多网民涌入了庄司敏的Facebook 叫他快点回来自首吧 如果大家比较清楚都知道 庄司敏不是黄 19年的时候他也有罵黄尸 打烂香港 诸如此类 其实今次这件事也有很多人形容 很多高风险 高危 又或者被人捉了的人是蓝丝 所以就说蓝丝骗蓝丝钱 这就是收割蓝丝水雨圈 究竟是不是蓝丝水雨圈也值得和大家说 既然你说蓝丝水雨圈落又不见我被人收割 另外陈儿的真面目也曝光 这个真面目不是JPEG事件显露她的真面目 而是当大家有看陈儿平时的影片 你就会发现她拍片的时候 跟昨天被记者拍到的容貌完全不同 甚至乎在她的真面目未公开之前 甚至乎有些网民看她的影片的时候就猜 究竟特别是陈儿那么有钱 究竟她是不是整过容呢 但是由于昨天把照片曝光 被人看到就算有个口罩包着也好 都跟过往被人看到的形象就很不一样 那些网民甚至乎有单新闻直接写 哎呀很多网民就说陈儿的样子有狡猾 其实关于一个女性 她会上网拍片开直播 开那么重的filter 其实在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 陈儿在言行方面是有些不一的端艺在 另外今天还会说少少少药元 大家都知道她身在台湾 但是她也剷走了一些 自己以前介绍过加密货币的影片 另外还有 森美已经是连续两天早霸王 就没上班 其实今天这一集 比较多粒粒粒的东西 一起去和大家看看 所以没有一个太过重点的人物会去说 即是雨露君尖 每个都说少少 还有在今天的下午就会开那些所谓的记者会 出完这条片之后 再看看政府的记者会 有没有交代什么重要东西 到其时再看看今天下一条片说什么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讲讲John Simon 他極度囂张 大马拿督千金John Simon 曾拍片介绍过JPAS 事后John Simon透露自己投资了六位数 自称是JPAS的苦主 现时他身处于马来西亚 根据昨日报道 警方说也有锁定另一个娱乐圈的人士 但由于他身处海外 所以未能拘捕 John Simon随即成为了头号的嫌疑人之一 在昨天林作被捕下午 John Simon已经浪出了他在大马家中看电视的照片 更加封骚出席朋友的升小学宴会 和带了他的爱马士手袋 很多网民涌入了John Simon的Facebook留言 有人贴出了大马和香港移交逃犯协定 耶鱼John Simon就说 回来自首会坐小点 另外一个网民也说 快点回来自首吧 很多人在等你 John Simon两只留言 也是发现笑哭的emujic去回应 还有透露 自己身在大马 如果想找自己的人 也可以找自己 有些人提醒他 其实警察和证监会正在找你 我自己也上网看了一些人 保留了John Simon的影片 即是那些說大家用我JPEX的優惠碼 幫大家爭取到很多福利優惠 大家要用我的碼才會有這些優惠的諸如此類的影片 另外芯美連續兩天沒有去祖霸王開工 雖然之前她說過會去英國陪她的寶貝仔 但是說明沒有開工應該不是請假 你一個人請假就不會這樣說 不知道芯美是否突然之間有什麼事要做 我昨天就用Instagram去看芯美的故事 她說自己腳陣 然後就準備去機場 裡面有個幾秒的短片 大致上好像是駕私家車還是什麼 在走青馬大橋的路段 接下來這幾天 即是我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 都不再看芯美在網上有什麼更新 因為芯美平時都是相對活躍的 例如說她出去踢球 她都會上網和網民交代 我自己沒有聽過芯美有什麼推薦人的馬 但是確實有網民記錄過 原來芯美曾經幫過一些加密貨幣公司宣傳過 這些加密貨幣公司也在昨天有被警方和相關執法部門 爆門進去搜證 大家要知道芯美賺不少錢的新嬌肉桂 再加上她兒子讀書良好醫生來的 將來賺大錢 當然芯美的身價很高 好像之前看過五六千萬還是多少 可能是更加多的 如果人擁有這麼多資產 人生當然容不下半點風險 不知道芯美之後會不會交代自己在哪裡 原來她都飛去大馬去旅行去度假 不清楚 說回莊斯敏那裡 其實警方沒有開名的 沒有說那個藝人是誰 藝人很多人都是藝人 根據網民上網整個Bingo字 例如肥媽張智霖 終於讀回合人家的名字 不知為何我有一陣子都覺得自己有言語障礙 即張智霖這個名字 我都已經連續錯了幾條片 永遠都讀不合人家的名字 另外還有那些閉嘯 還有很多什麼 例如拿美 即是美拉霍的女朋友 這些一大眾 不知道KOL算不算藝人 但其實今次警方就說 拘捕了四男兩女 如果只是計算KOL那邊 都未能拘捕 所以究竟警方所指 他們想拘捕的那個藝人 究竟是誰 不得而知 因為現在藝人 和有些專家娛樂那邊的KOL 大家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即是有份推過JPEX的推薦馬那些 真心覺得就應該要拘捕他 有些網民拿一份文件出來說 香港雖然被很多國家斷了那些引渡逃犯 但大馬仍然有 今天早上也有觀眾來WhatsApp問過我 不過大家想一下 其實你要去引渡逃犯 罪犯那些 其實哪有這麼快呢 首先你要把證據去交給大馬的執法機構 然後人家確定了 咦!是的!證據都確鑿了 然後人家警署又要去進行一個調查 例如說 究竟這個人住在大馬的那裡 然後我們找哪幾個警員 幾點上他的家門楼去抓他 那些 所以你不要說今天遞完資料 然後明天就會抓到人 然後後天坐上飛機回來 不可能的 即是這些 由慢慢搞再去到城市的話 有時候你說 喂!今次香港警察那邊 辦事速率其高 是啊!但如果人家大馬 速率不高 那你也沒辦法的 所以今次就是說 究竟怎樣引渡 會不會引渡這些呢? 不知道 起碼要過多整個月 大家才會知道結果 其實今次突然之間搞一搞 搞到很多人都不能再回來香港 例如說那些什麼冬季那些 我不是走路 我只是去旅行 有觀眾都提醒我 就說陶傑當初都說自己是去旅行 不過去三年多都還沒回來香港 相信有些人可能突然之間 就會踏上一程名為終身的旅行 好了 去說一下藍色水語圈 藍色經濟圈 其實這些名字很難聽 當然啦 因為這些名字是黃人安給我們 其實在這幾天都有觀眾去WhatsApp我 叫做去談一下這個話題 特別就是說 陳儀藍絲來的 陳儀藍絲來的 陳儀藍絲 聽得她的 她的忠誠信徒就是藍絲 換句話說 有批藍絲中了一招 我沒有可能跟著這些說話去說 好了 然後現在就輪到我們正常人就說 其實陳儀根本就是黃扮藍的 去到現在自己的蛋糕被人動倒的時候 就屠蔻不備宴了 不斷去罵香港政府 讓大家看到陳儀她的真面目是這樣 然後陳儀在19年她又去支持警方執法 她有去罵那些黃絲那些 那些確實是有的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說 有時候不要這麼天真 這個世界不是說 你不是黃的就代表你一定是藍的 你一定支持警察的 你一定愛國的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有些人經常就說 她是黃絲 然後披著藍皮 她是藍絲 她披著黃皮 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這些黃扮藍的 當然除了網絲寄生蟲之外 但是實際上很多時候是說 一群為利是圖的人 他們各自去披著 例如說藍皮 或者披著黃皮 說到底就是為了自己去謀利益 因為如果你說 真的有所謂 那麼多愛國愛港的藍絲中招的話 你就想想 其他我們比較大型的藍絲 那些KOL們肯定會為大家發聲的 但是這次你會看到 其實都沒有 我自己是沒有聽過 有哪些愛國愛港的人 是有中招 我這裡所說的愛國愛港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例如說一些的撐警活動 一些的賀賀回歸活動 賀國慶活動 又或者是一些 其他可能比較小型的活動 就是你會有出去 又或者你又在這方面做一下義工 大家就會明白 我是真的不相信 這群人會中這些JPAS的陷阱 實際上 有些人在19年去罵人 就是你阻礙地球轉 實際上可能就是因為你阻礙他上班 但是不代表你認同香港政府 只不過是說你的蛋糕被人移動 所以你就罵人了 對於那些黃的來說 他們很多都沒有一份穩定和長遠職業的時候 他們又不介意 就說我拋身出來去阻礙你 因為他們不知道當時 原來會這麼大件事 所以真的 有很多人是考納明目的 是用著很多黃的皮 或者藍的皮 包裝自己 令到自己可以在某些地方 能夠獲取到人氣 然後可以繼續順延自己的商業生涯 就是這樣 我昨天說陳儀的影片有10萬人看 老實說 如果你說是藍色水雨圈 那我10萬觀看的影片 是否在說 最少有4-5千個苦主 但其實我不相信有這麼多 我甚至懷疑 10萬觀看的影片 可能隨時只有3-4個苦主有看過 所以說 何來的藍色水雨圈 如果真的有所謂藍色水雨圈 在我們這個界別來說 那個動靜沒有理由這麼小 當然你說我們有沒有動靜 有 我們就聚焦在陳儀身上 但是你說 有沒有很多苦主出來 哭了臉口 找我們求助 問我們可以聯絡誰 老實說 我是一個的轉介都收不到 不過當然 你有需要你都不用轉介我 你自己去報警 警方都成立了熱線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今次經歷過這個JPEG事件之後 相信會越來越少人去玩加密貨幣 亦都不可以說加密貨幣全部都是騙人 但是加密貨幣的風險 的確是很高的 如果你是那些 我不知道我應不應該去玩加密貨幣 當作投資這樣的話 如果你有這個疑問的話 那就行了 其實答案已經在心中 就不用玩了 唯一的分享就是 除非你本身已經在這個圈子裡面是高手 你已經經歷過 可能四五年前的高山低谷 你覺得你真的玩開 看得透過市 還有你是有信心可以背負清零的風險 那你就去玩吧 但是如果你心中 一旦有個疑問 就說應不應該去玩 其實這個問題就跟那些 究竟我應不應該跟這個女生表白好呢 其實這些你問得自己的問題 即是你沒有信心 即是你十五十六 那很明顯就是 不用表白了 你衰硬了 不用玩加密貨幣了 你都很大機會衰硬的 這樣 好了 去說一下陳怡先 網上有些報章總結了陳怡 究竟過往說過些什麼 自從陳怡傳出被捕消息之後 很多網民就去討論 女神的樣子差很遠 發現被捕前後的樣子很大分別 頓時吸引了很多網民 就對於陳怡的樣貌有所評價 當然了 也有很大部分人去討論陳怡的身材 但是我們這裡是正經頻道 我們不說壞事 我們主要是針對 究竟為何陳怡會落這麼大的濾 為何需要呢 明明臉是不算簽售的 但影片上臉是極度簽售的 大家要知道 陳怡給大家的感覺就是她自信無敵 有時她說女人應該當自強 有部分我都認同 我都覺得女性不應該單純依靠婚姻去完成階級的約遷 如果你自己不進步的話 你都很難可以找到一個比較高級的男性 然後再大家共鞋連理 還有一些比較有資源 她們比較聰明的男性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木門對竹門 木門對木門 竹門對竹門 那不說到這裡了 大家想想 如果陳怡真的覺得 好像她經常口中所說 我有錢 我強大 我很有自信 我完全不需要介懷其他人怎麼看我的目光 因為其他人九成九人全部都是垃圾 好 如果你真的有你口中所說 你完全是能夠目空一切 對於所有人都有極端的自信 你為什麼要搞雷鏡 你為什麼要搞瘦面 你明顯看到的 她的影片和她的現實兩個樣子 如果不是自卑 你為什麼要搞瘦面 開得這麼嚴重 我不是說不准開瘦面 當然你說我剛好今天忙 不想化妝 開一點點瘦面 不要緊 但有眼你都看得出 她的瘦面是很癢 那為什麼我會跟你說 你開瘦面是等於不自信 其實香港真是極有錢的富三代 有個富三代大家都知道她是誰 不過我不開名 她的皮膚素質是不好的 即是你出了名 你是很輕易就會看到 比較多的隕石坑洞 和一些紅紅種種的跡象 有些網民都說 你這麼有錢 一幾兩億都不是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拿二三十萬零用錢出來 去撿一下樣子呢 你這麼有錢 你這麼有名 你拿少許錢出來 整個皮膚很簡單 這些人家的就是自信 他不需要用錢 去弄到自己又白又滑 好像韓國小鮮肉 才能夠吸引到人家事務的眼光 人家本身很富有 男以財為貌 女以貌為財 所以一個真正內心強大的人 他對自己有自信 他確信自己贏了市面上的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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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他是不需要開啥美容 弄到自己好像小鮮肉 才能夠對著鏡頭說話 只有對自己沒有自信的人 才會開啥美顏 好像我這樣 我坦白跟大家說 你看到我所有的影片 有得開啥美顏 我全部都拉爆了 包括這段影片 為甚麼 因為我對自己真的沒有自信 我也知道自己皮膚質素是甚麼 我平時怎樣去形容自己 我就是會用幾首歌的歌詞去形容自己 如果看著我就不妨蒙一點 完全看著表面或是未完善 還有下一首歌就是 若你喜歡怪人 其實我肯美 總之 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 我都是拉爆了美顏的人 我怎會不知道 我因為甚麼原因 而需要拉爆了美顏呢 即是 昨天跟大家說 C股井好帥仔這些真理 大家都知道我在搞笑 很明顯的 其實我昨天那句話 又是自卑的典範 所以我怎會不明白一個人 因為容顏而自卑 然後變成暴發戶的時候 就很堅定地說 好有錢啊 我不介意你們看甚麼 你真的這樣 你花開這些典範 對吧 即是大家心照吧 我今天進去陳怡群的群組看 仍然是看到有很多死燦的妹豬 不過 數量都少了不少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 甚至乎有些妹豬是說 我寧願拿不回這些錢 也希望姨姐沒事 大家想想 究竟這些人是甚麼心態呢 其實 有很多智力比較正常的苦主 他們都是說 唉你們不要搞那麼多了 我只希望我拿回些錢就可以了 究竟之前盜我入局的坐不坐 不要緊 算了 最重要我拿回些錢就可以了 即是正常人才是這個心態 對於我們這些 沒有玩的 不關事的 我們就期待 哪些人將會坐 另外 在現在錄音的時候 大概下午兩點半 暫時都未聽到消息 即是說 究竟陳儀 林作 他們保釋了出來沒有 之前的新聞就說 他們是需要通宵去被人盤問審查的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例子 48小時之內 要麼放人 要麼你直接有證據 可以告上法庭 還有 今次特首我們李家超 都在今天開行會之前的記者會 他們說明是重視JPAS這件事 特別是說 有某些人的證據 已經一早被熱心網民整合上網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有些人 連保釋的機會都沒有 直接需要上庭呢 這件事真是萬事都有可能 如果到時不讓保釋直接上庭 然後上完庭之後 又是說不讓保釋需要還押的話 真的突然間失去了很多自由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多一點點 直至昨天在Youtube那裡 仍然有點疑似陳怡的信徒串著我 不過她並不是在十萬觀看數的影片裡串著我 她很囂張就說 她貼了陳怡在幾天之前讚寫的文章 跟我說 你看看阿怡姐的文章 學一下東西才好 學人出來說話 原本我和這個人 都有答有問 她批評我一句 我也批評她一句 不過禮貌的 我們不說粗口的 我們以理服人的 原本她回覆我的反應挺快的 但是直至陳怡被捕之後 我再不斷去找她 她不回應我 甚至乎整個人消失了 然後我在今天問她 最後一條問題就問 其實你是不是出不了金啊 你輸了多少錢啊 她也沒有回覆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逢越是高調了 自己有錢啊 買家林寶堅尼又拍照啊 點點點又拍照的人 這次就出事了 但是那些 滿星法大財的人 就暫時好像沒什麼事啊 又或者是這樣說 即是叫做 可能現在被捕了 我們不知道呢 這樣 另外我剛才 在Youtube那裡 兜了個圈 看到有些Youtuber 弄了個標題就說 林作就準備做污點證人的 這樣 不過呢 我先澄清一下 我在Youtube那裡 看到別人的標題這樣寫的 然後我時候呢 我都在一些新聞那裡找 是找不到有任何證據的 不過沒辦法啦 林作給人的性格就是 她不是證人君子嘛 是不是呢 還有啦 其實你想想都知道 我們是沒可能知道 究竟林作會不會做污點證人的 因為呢 林作這些是說 只有跟她下口供的警察和她律師知的 那這些這麼機密的資料 誰愛竊的話 極度容易查到啦 是不是 到其時 就會抓到一個人妨礙司法公正 不過啦 那些網民會去推測 林作比較大機會是污點證人 這件事呢 會有些蛛絲馬跡去作為一個座證去推論 例如說 陳怡這樣 你不會見陳怡 就算陳怡她罵證監會是證貪會也好 但你不會見陳怡去拿林作的名字出來罵 她不會去拿莊斯敏的名字出來罵 也不會去拿肥媽的名字出來說 甚至乎你見莊斯敏 她也不會說林作的名字 她也不會說其他人的名字 但是唯獨是林作 在之前還沒被人警告提醒的時候 她事無大小都很喜歡拿其他人的名字出來說 所以在現在這種狀況之下 究竟林作會做些什麼 真是沒人知道的 還有在審問學上 有一件事叫囚徒效應 我忘記了最後兩字叫囚徒理論 囚徒效應 不知道 總之就是 當你一個人被困住了 你失去了自由 你也沒辦法跟外界去進行溝通 獲取不到資訊的時候 人家去跟你說 誰誰 你不用說了 臨作都說了 再加上大家平時對於臨作的認識 你可能真的會覺得 臨作是不是說了很多內幕資料出來 不行我為了保障自己的時候 我要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好了 然後你和每個人 除了臨作之外 你也說 行了你不用說了 阿作仔已經說了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令到兩個 或者數個 他們無法互相聯繫的人 各自會有所猜測 然後他們就會為了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之下 不斷把一些從來沒有在網上公開過的情報 分享給警方 盡力去顯示出自己是協助調查的態度都不頂 不過這些都是我自己猜測的 現實是怎樣呢 沒有人知道的 即是叫做純粹猜的 好了 最後說蕭若元 這條片就完 蕭若元都已經把他很多和其他人介紹加密貨幣的影片 全部下架 不過都意思不大 畢竟蕭若元幾年前就已經不在香港了 還有蕭若元在昨天早上曾經在自己的影片裡說 警方會拘捕林作 不會拘捕陳怡 結果不夠三四個小時 陳怡也被人拘捕 其實陳怡就需要隔空多謝蕭若元一句 即是給人家金榜提名 對嗎 還有蕭若元自己也有買過加密貨幣廣告 那你憑什麼 那些人憑什麼 老屈就是玩什麼藍色水乳圈 根本就是說 今次最少1400名的受害者當中 我都挺肯定的 有黃 有藍 但是絕大部分就是一些 不理黃藍指理金錢的人是中招 所以不要把這些拉到顏色那裡 還有經常都說 你哪裏說 我說愛國愛港就能夠沒有罪 對吧 如果真是說自己是藍的 就什麼都不怕的話 那我為什麼這些影片要保守 為什麼我要幫自己戴頭盔 對吧 根本就證明了 說愛國愛港是你個人的一些意識形態上面的選擇 但是是不會令你說特別擁有權力啊 你特別擁有那些什麼免死金牌啊 免罪金牌沒有這些東西 你看看 莊斯敏都要去旅行啊 對吧 說什麼呢 沒有說什麼愛國就是有免死金牌沒有這一回事 陳怡不是被人抓了 對吧 說這些都浪費 這次JPAS這件事是間接幫香港的網上做了一輪清潔的 你會發現好像林作這些大家都不喜歡的人 還有陳怡這些大家公認他的言行比較偏激的人 沒有啦 沒得出片了 是可以令到我們的網上世界少了一些我們覺得 亂七八糟啊 污糟啊 抽水的聲音 以及也少了一些相對偏激的意見和態度 其實對大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好啦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啦 待會再看看有什麼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分享 好 就這樣吧 拜拜